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偏比较闷热的天气形态 在中南部的地区 高温是可以来到31到33度 在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 收了在大约23到29度 其中要特别留意的是 在嘉义以南的地区 尤其是近山区或者是河谷的地方 都可能会达到高温 出现36度以上的几率 但是要留意 在今天局部地区也会有低温的发现 而且这个低温是来到了20到23度 是有一定的落差在的 所以民众出门在外呢 还是要特别留意 可能会有比较偏凉的天气形态 再来带您关心到降雨方面 在今天呢 因为有封面通过 再加上华南云雨区的水期冬移了 所以在今天开始 就会逐渐的有雨是进来 尤其是在今天的白天 在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就有局部地区开始有雨了 但是要特别留意到了明天开始 这个降雨的范围扩大 而且降雨的时间也会变长 而且从明天开始呢 在中南部地区 可能就会出现局部的 午后对流的雷震雨 要特别留意 在礼拜天的时候 这一波雨是还会得在逐渐的扩大 而且范围是扩及到了全台 因此在全台地区 都要严防会出现降雨的情况 而且不排除 只要全台各地哪个地方 有出现比较旺盛的对流系统 都会有剧烈的天气发生 要留意雷击以及瞬间大雨 这波水气到了周二 才会逐渐的转干 那么未来一周的温度分布 可以以周二来做一个界限 在周二之前 是比较暖湿的天气形态 到了周二之后呢 因为封面开始远离了 所以呢 接下来温度会略微的奏降 接着透过图卡 以后来带您关心 各地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北部地区基隆二十一度 台北新北二十二到二十三度 桃园新竹二十二到二十五度 苗栗二十三到二十六度 降雨几率达到百分之三十 接着往中步走 台中二十七到二十九度 彰化南投二十五到三十度 云林嘉义落在二十六到三十度 降雨几率来到百分之十 南部地区台南二十七到三十度 高雄二十九到三十一度 天气小叮咛 最后几件事要提醒 在今天封面通过了 这几天余震不断 所以在山区的时候 要留意摊放以及落石 接着今明两天 沿海以及外岛地区 有较强的阵风 所以无论是在山区 或者是沿海的民众 都要提高警觉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天气讯息 恭敏参考